嘉义市长图醒者与前卫生局长黄维明被布公堂图个亲戚 嘉义市肉品市场总经理吴信行今天下午以证人身份出庭 检察官当庭将吴信行转列被告 吴一脸错愕 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俊良证实 应有人告发吴信行当庭被列为被告 吴宝请回 至于是什么罪 林书侦查不公开 承办检察官陈美军上次开庭 有请图醒者提供政治线经相关资料及申报名系 嘉义市长图醒者手机未接 他的辩护律师曾请原手机转语音 嘉义市政府秘书长赖明皇表示 官司属市长此领域的事是否未涉入 若司法单位有来含要求调查会配合 吴信贤的手机也没接听 吴的女婿表示不知道此事 知情人士指出今天下午开庭主要审理违反整治现金法案 则人失踏自案 关键证据是某建设公司100万元捐款等 检察官当庭将吴信贤转列被告 传出图醒者与吴信贤在庭上传纸条 检察官要求法警没收纸条 拍照列入笔录 事后交还律师 据了解图醒者与皇为名思破脸后 扯出多件诉讼 另外还有两案尚未进行实质审理 人在搜证阶段 其中疫苗采购案已由市调查站传换相关证人 到案说明 吴信贤列为被告遗事 让人差异 当初皇为名不是仅仅咬着图醒者吗 包括疫苗采购 敏感的人士等 这么案件开始向外发展了 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俊良证实 因有人告发吴信贤当庭被列为被告 吴宝请回 至于是什么罪 林俊侦查不公开 记者王慧英摄影 分享嘉义市长图醒者与前卫生局长黄为名 曾是关系紧密的战友 如今对布公堂图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嘉义市长图醒者与前卫生局长黄为名 曾是关系紧密的战友 如今对布公堂图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